各位親愛的聽眾,各位弟兄姊妹 這次在永善亂談較為特別 因為我有機會去南美洲或內瑞拉 在當地的教會裡負責一些報道和陪伴聖聚會 這次離開香港的時間都很久 因為很感恩,神透過一個弟兄幫我找到較便宜的機票 但是是後補機票來的 原本是19號先去美國,然後再去委內瑞拉 但是因為19號的機票已經滿了 所以我要提早在17號離開香港 我要去到4月9號左右才回到香港 我會暫別香港三個星期 但我又不想斷了永善亂談 我再說我很喜歡在這個節目裡服侍 我今天會說一些近期一些政治性的事件 我都不太明白的 但是接著那兩個星期呢 其實我都會說關於在機場發生 或者飛機發生的一些事 但是在這事裡面都給我們有不同的啟蒂 如果我能夠在外地上到網 又能夠認識 因為我是一個白癡來的 在電腦上面 我認識呢 來但是去用這個電話 如果有些很特別突發的事呢 我嘗試都會錄永善亂談 再傳回來 給遲到論壇 來到放上網 但是如果不行的時候 就會把另外那兩個呢 按星期然後放上去 有時候有些東西我真的不太明白的 但是如果被人一說 我就明白的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很多時候呢 那些藍廁和女廁的擺位 那藍廁呢 就往往呢 是放在左手邊的 女廁是放在右手邊 就算今天我教會 就是的 無論是粉領堂 或者是大埔堂呢 名堂的廁所呢 男廁都是在左邊 女廁在右邊 那時候不太明白 那有一個人呢 就在那裡講笑了 那她這個笑話 我都覺得已經挺對的 她說 woman always right 啊 女廁恆呢 都是對的 那大家知道right這個詞呢 除了解對之外呢 叫做解右手邊 所以無怪乎那個女廁呢 就是放在右手邊 那這個很難啊 那但是問題 就是我想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有些事情我真的不太明白的 啊 譬如 啊 剛剛 禮賓府 他就開放給市民來帶去 啊 遊玩啦 啊 賞花啦 我自己個人都不贊成呢 他們去到禮賓府裡面 啊 曾經在網絡票號召嘛 啊 派奶粉啊 或者 啊 散貨啊 那這樣 而當這麼高調去講的時候 我也都預計絕對不會 容易入到這個禮賓府 那果然呢 就 重重關卡 就 切了在那裡 那很多人 就是 無論是 啊 快必 那拿些揮春 我要真普選 那都沒有機會進去啦 那啊 也都有人成功地呢 就 啊 帶些黃色的雨傘 那但是一開的時候呢 噗 那時候就被人壓在地上 拉走了 那我也不太明白 現在 某個程度 黃色的雨傘 是代表些什麼呢 啊 是不是有一些 顏色的恐懼症呢 那你都見到 我不太知道是什麼組織了 因為 就是立一立電視 啊 有個年輕人 穿了一件 就是jacket 裡面呢 就寫了他們組織的那個名字 那但是又被視為呢 有政治上面那個的挑釁 於是又馬上被人呢 夾了 趕了出去 那 那沒問題的 我覺得這樣的時候 但是我今天看報紙的時候 就是 這一份是 啊 我今天去天所為港獨 這一份是都市日報來的 啊 在大眾傳媒裡面 就是電視啦 或者是普通其他的報紙裡面呢 我就看不到 就是這一個的報道 但是在這一份的Metro的News裡面呢 就看到呢 就未 驅 撐CY 抬走真普選 那我真的喔 就見到呢 就是有幾名呢 就是穿著了 這說呢 撐CY 是很大個字 橙色字 白色底的T-shirt 的人呢 是公然的 可以在禮賓府 穿著這些衣服 啊 參觀 禮賓府 那這些不是同樣有政治性的東西嗎 豈不是要說公務員是政治中立的嗎 為什麼這幫這麼明顯穿著 撐CY的衣服的人呢 可以在禮賓府那裡走 但是一個穿著黃色衣服的人 想撐起一把黃色遮 就立刻按下地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找到了 就是 本土民主前線的發言人 黃台仰都說 因為我穿了一件衣服 就趕我走 那這個豈不是打壓著異見人士嗎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經常都說 那我再仍然表明我的立場 我不認同呢 就是 在這個被普羅市民去參觀 在這個禮賓府的行動當中呢 滲入太多的政治元素在當中 影響到別人來去想法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要公平咯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穿一些 撐著CY的衣服 就沒問題了 那實際上在過了幾個月裡面 暫中的時候 我會見到呢 有時候執法是這麼不公平的時候 無關乎是引起很多市民上面那種的不滿 那還有啦 又講回起 就是 今次遮一些反水貨客的行動啦 對上一次我們看到很多人 就是 來到較為暴力地 又踢人家那些 就是手提箱啊 又推跌人啊 那這個是絕對的錯 不同 以往是很不同的 那 但是再之前呢 有一些的學生仔呢 就被警察抓了 那就很快呢 就上法庭 那跟著就開審啦 我又另外一個不明白 仍然到現在都沒有答案的 就是為什麼那七個的 就是警務人員 在暗角裡面 尼泰去嘔打 就是一個的市民的時候 到今天 這麼久了 都還沒有尼泰去被起訴 或者落案呢 那個問題在哪裡呢 究竟 是不是又有那個的偏差呢 我一直都說 香港那個的司法制度上面 如果能夠獨立的時候呢 都是一個的祝福來的 但是 我也都有少少的懷疑了 因為香港就是 如果那個法官 未正式的尼泰廈去開審 未作出一個的判決的時候 那個人基本上面 都是被視為呢 沒有罪的嘛 但是我看到 對上兩次 就是在屯門 還是在元朗 在元朗呢 在元朗裡面呢 就有一幫的 那些年輕人呢 就被人拘捕了 那麼呢 就跟著那個的主審法官呢 就露斥這幫的人 就說他們呢 是絕對的 就是不對啦 那麼呢 就是很惡劣啦 那個的情況 然後就押後 就是審訊 那當然又禁止他們 踏足元朗 那我就不是很不明白 如果 那個法官 他都未曾正式 來審理這一件的案件 跟著就 押後 你帶他去拿更多的資料 對的 這個過程是對的 但是跟著你就已經譴責 這幫的人的時候 豈不是就已經 定了這幫人有罪嗎 甚至某個程度就是 未審 先判 這個就是我們 真的需要去 想清楚 去法庭 如果法官都會有偏差的時候 其實 香港那個的 就是 僅有一些的特色呢 我都怕沒有了 但是無論怎樣 在這次這個的 就是 反水貨客的行動當中 其實我們應該要看到一個 的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網上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就是要不要忘記 就是在 就是 屯門那個 反內地旅客 和水貨客的暴力 那個的運動當中呢 那 這個暴力 是他們稱之為暴力的 那麼 拘捕了幾個人 那大部分都是中學生來的 有三個人 只是呢 中學生 甚至呢 就是年紀 就是有一個最小的呢 就是十三歲 那麼 但是 我很想說呢 就是 如果我們在那個的 情況當中 可以看到 一些的青少年 他們因為很熟悉網絡 和我這些老人家 完全不同 他們很容易在網絡上面 就收到一些的訊息 於是他們就會參與 而往往這些的訊息 有時候都是很大意想念 是有一個很大的正義感 來挑動他們 這個是對的喔 青少年人真的很有那個正義感 是他有他自己的立場 但我又很擔心有時候 他們是被煽動 或者被引動 而可能有些的人 甚至是利用於這些的青少年人 達到他們自己 一些的政治目的 所以要很小心 我們不要隨便的 離大人去 被這些事情來煽動 正如我看到伊斯蘭國的時候 我們見到有三個的 就是英國的女孩子 十五到十六歲的 是名校生來的 離家出手就奔走伊斯蘭國 澳洲又有一幫人也是這樣 甚至在中國裡面都會是這樣 就是他們不斷在網絡上面 又宣揚著他們的訊息 而也都令到一些可能很有正義感 但又不是很清底運的人 就無知地投向當中 他們會覺得自己 就是在做一些很正義的事 所以我們更加要很小心的 在網絡上面的訊息 我們要去分析 而更加其實 我們更加要去好地善用這個大眾媒體 今天有時候教會 在網絡上面 也有時候很缺乏 就是 求神幫助我們 來重視青少年的培育 灌輸正確的觀念 更加懂得如何與時並進 去運用一個網絡 來將正確的訊息 來傳遞出來 有時候想到 你也會看得到 一段時間 就在那些網絡上 無話題 是 你也會看得到 你會看得到 一段時間 你會看得到 你會看得到